如何制作干姜片及熬煮姜汤 制作干姜片 买有机生姜 一般市面上的姜怕有农药 不建议使用 建议使用有机姜 洗姜 用刷子刷洗有机姜 洗姜时不必去皮 凹缝处可用牙刷或小刷子刷洗干净 切姜 切姜时请顺着纹路切 厚度大约0.3至0.4公分 晒姜 利用阳光把姜中所含水分晒干 烤箱烤姜 如果没有阳光 切好先晾干 放入烤箱 以摄氏76度烤8至10小时 晒干烘干后的姜 晒干后的姜 烘干后的姜 10斤5000克的生姜 约可晒成1斤500克的干姜 炒姜 晒干或烘干后的有机姜 用小火炒25分钟 真空保存 若无法真空包装 以放进冰箱冷藏 以力长久保存 熬煮姜汤 以干姜片为例 1.姜的用量 轻症患者 5克 以10克为上限 重症或体力虚弱者 10克至15克 以50克为上限 重病患者 50克至75克 以150克为上限 2.水量 以干姜片50克加水1公升 1000毫升约5碗的比例为基准换算 若以鲜姜片熬煮 则为每斤鲜姜片500克加水1公升 3.熬煮 关键在浓度 将汤要浓缩到所加水量的三分之一 如加5碗水 则熬成约1.7碗 用普通炉灶或瓦斯炉 大火煮开后改小火 约需3至4小时 若用电药壶则为4.5小时 其间尽量不要掀盖 若水分太多 对重病患者造成负担 可以熬得更浓些 煮好后用滤网过滤 存放在保温瓶内 以当日喝完 服用姜汤注意事项 上述姜汤浓度仅供参考 内热源不论用量、浓度、用何种材料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以个人感觉温暖舒服 且感觉体力改善为原则 如要增加用量 只有在患者病情不见改善 但尚能吸收的情况下才可进行 而且除非万不得已 皆不可超限 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 小口温热吞服 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